好这跟广大的劳工相关的信息就提供给您总算拍板定案了 时间在昨天劳资双方呢在讨论了有三个多小时之扣呢 现在确定了也就是月薪从原本的17280块钱调高600元 未来明年元旦要实施的是基本薪资是17880元 至于如果是打工的时薪呢也由现行的95块钱涨3块钱调高到98块钱 当然劳资双方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劳方认为其实这幅度太少了 他们也要提出抗议 而资方认为这幅度太高了 他们也要提出抗议 总之劳资双方对于这样一个幅度都不甚满意